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汪长 今天我跟我弟来到了建河的穿洞 这个里面特别宽 然后里面走的半天都走不出去的 我们进去玩玩 我们现在进去 最后你上次来过 对 这里面还挺宽 上次走的两个多小时 没走到 没走断底 进来之后发现这里好宽敞 从哪边走 这边 还有灰鹰 里面有没有蝙蝠啊 抓点蝙蝠回家烤着吃 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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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跑出去了 蝙蝠飞出去了 好多 我们再往里面走走 里面上次几个人来的 五六个 五六个 前面好黑啊 你走前面去 我走后面 会不会有宝贝啊 走哪边 这里有两条路 这里 这里面还有水管 下面那个村应该是从这里面接的水下去喝的 来 喝点水 来 喝点水 喝点水 不敢喝 算是我们打的时候也不敢喝 怕有人下骨吗 在苗族这边 最好不要到处喝那个生水 因为可能会中骨 我们去别人村的很少会喝水 要么就自己买矿泉水带来走 哇 我天哪 等一下我把亮度调到最亮 但是在视频里面看起来不大 我们眼睛看到的比较大一点 你站中间去看你有多小 再过去一点 这上面特别高 还有那边 照不到了 他们水管怎么接的 真那么高都能接到水管呀 这里面要是开发的话 用那个灯光照着 然后有人进来玩还是不错的 里面好暖和发现 看到没 这个东西好好看呀 你看这里还是做了标记的 是从这边出去的 这边吧 这边宽一点 会不会越走越小了 不会 里面还很大 它这个水管 能接这么远的水管 也是一地压了 有人到我们家强来玩的话 我们就带牌来哭 等我啊 等我啊 正式的 你等我啊大哥 别跑 我先走了 终于从里面出来了 这个洞口看起来特别小 但是进去 在里面的那个空间特别大 夏天的时候 欢迎大家来玩 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欢子TV 我们下期再见 在户外的话 大家没有见过的东西 或者是未知的地方的话 最好是要安全地一样 拜拜 拜拜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欢子TV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